YoYo What's up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你提高了吗 我们开始 那今天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期的新专栏 你不知道的是 这期的主题叫做可怕的嘱咐 那上一期第一期的那个母子情声反响非常好了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Respect 那今天这个标题一听就知道了 人其嘱咐嘛 对不对 当时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她是刚过40岁生日没多久 现在应该44岁了吧 对4年前 我跟她很熟 而且是在生意上有一定的往来 所以我跟她一直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就是 她知道我的行业 她也知道我身边接触的人什么样的 所以她很信任我 然后她会在任何的就是 关于男女这件事情上 她一旦有什么疑惑都会来发信息问我啊 等一会问我之类的 然后她经常跟我抱怨 她老公因为常常在国外做生意嘛 就很多年不回来那种 一年顶多回一次 回来就两三天就走那种 她一个人在洛杉矶带几个小孩 她一直觉得老公在外面肯定是有别的家庭 别的女人了 所以不想回来 然后后来那一年呢 她老公回来了 对 她老公从台湾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就是她就经常给我发消息 她说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她说我去年一整年没有见到我老公 如果她一回来 我怕我自己的身体上会不会有什么 就是让她不满意的东西啊什么 我就说你顺其自然就好了 就是你们夫妻嘛 老夫老妻了 大家都很熟悉对方的对方的各个要点 对不对 就是正常就好了 不用紧张 然后过了大概几天 她跟我说 她说不太行 她说她老公 她觉得她老公对自己没有什么兴趣 就是没有那种久别慎新婚的感觉 你知道吧 就完全不是那种她所期待的状态 而她也跟我说的很清楚 她说她觉得自己刚过四十岁生日 就感觉完全换了一个人了 她以前对男女这件事情是没有多少 特别的渴望的这种感觉了 她说她自从过了这个四十岁生日之后 她完全就是 她觉得自己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她觉得中国人就老话叫三是如狼四是如虎 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了 然后她问我应该怎么办 我说那你能怎么办呢 我说你老公对你兴趣不大吗 你就想办法就是主动的 对吧 主动一点这种 你老公就算是外面有了家庭 有了其他女人 她出于对于你的一种 就是这种抱歉或者说愧疚 她也会尽可能的就是来迎合你的了 我说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然后她还是不放心 她就问我 她说你有没有那种女用的 就是可以让女的瞬间 就是挑起情欲啊 让自己瞬间很有想法这种东西 她说她希望让自己变得更slot一点 这样她老公可能会更喜欢一点 然后我们圈子里肯定是有这个东西的了 然后我就当天就给她送过去了 这么一小瓶 就是像润滑油一样的一小瓶 我千叮咛万嘱咐 我说就每次就大概抹一两滴 就抹在那个大腿根那边 就揉开发热之后就差不多了 我说不要多抹 我说应该是有效果的 反正我们圈内有些女演员是用这个东西的 我说就没有副作用你放心吧 然后给她了 然后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当天晚上大概已经到12点多了吧 她给我发信息 我睡觉一直是固定在12点左右睡觉的 就是我差不多已经睡了 我看信息 她说你现在能过来吗 我说什么事情 她说我刚刚抹了你给我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老公三分钟就结束了 我现在整个人已经进入崩溃的状态了 就是我现在整个人简称浴火焚身这四个字 那我说那你让你老公再来呗 她说她已经睡了 我说你这个效果这么好的吧 她说对啊 我就抹了半瓶在手上 然后抹开按你说的涂抹均匀 然后抹柔道发热 然后我当时就两眼一黑 我说我跟你说的是一滴到两滴抹在手上 你码你半瓶倒下去 我说现在就是你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人类了 你可能需要的是一头牛或者一匹马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她说那怎么办 我说现在有点晚 我说我帮不了你什么了 她说那这样吧 她说你现在能不能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男演员的好朋友 现在可以来救救急的那种 然后我当时就想 这个大哥12点了 我去哪给你找个男演员过来 而且还这种临时的对不对 然后她说实在不行 她说你说这个男演员多少钱 我都肯接受 那我想就是这个这个事情虽然不是我惹的祸 但是也是我也起到了一定推波转的作用 那我就大半夜的给各个男演员发信息 问有谁没睡着的 有谁在洛杉矶的 有谁现在有空 想赚点零用钱的各种的 好了 最后终于那个有两个 我不能说名字了 有两个男演员都是白人 回信息了 说就是可以没问题 然后住的也不是特别远吧 然后我说那这样吧 你们找个地方 然后我给他发信息 我说要不 我现在有两个男演员 我说你要哪一个 然后他们现在去酒店 然后待会把地址发给你之类的 他说不用了 他说不用挑哪一个 我全都要 然后那我就行 我说反正钱你们自己去解决 不用不用跟我说任何东西 我说我只能说是帮朋友的忙了 对不对 然后他就他们就约好地方去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的时候吧 其中一个男演员当一话给我 就说嗨 就是你给我一份苦差事 他说你给我一份苦差事 他说我跟另外一个这个男演员 基本上一晚上没睡 一晚上没睡 他说这个女的完全有潜质 去当女 就是进我们圈当女演员 他说你是哪里找来 这个他是要拍戏吗 我说他不拍戏 他只是有这个需求 只是有这个需求 好了 从那之后 就相当于一扇阀门被打开的感觉 你知道吧 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 那一周 他给我打电话 或者发信息 要求我给他介绍男演员 或者介绍这种帅哥的朋友 一起出去喝东西 吃东西 那个就是运动啊 这种的 不低于五次 一周啊 不低于五次 然后我觉得站下去不行 我说你始终还是 对吧 你一开始怕你老公不回来 现在你老公回来 你有整天 去去跟专业演员去战斗 这个 我说以后你根本不会让你老公了 他说 吃过好的 谁还要不好的 他给我回了这么一句 我就觉得这是有点失控 我当时就跟他这么说的 我说那这样不行 我说我不能一直这样 帮你介绍这种的 我说大家都很熟了 而且我跟你有生意往来 我不希望我们逐渐的关系 出现一些变化这种的 然后他说那这样吧 他说我们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他说比如说你周末 给我安排一场party 这种的 然后就是人多一点 人多一点 然后呃 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们懂的 然后后来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是三个白人 两个黑人演员 对五个男演员 然后在Downtown 弄了一间很漂亮的公寓 因为他对生活道就很高 嘛 那公寓很漂亮 非常漂亮 然后就是安排好了之后 从九点多 晚上九点多 一直战斗到第二天早上 大概九点到十点吧 对 反正后来我一个个问了天男演员 就基本上这四个字 赞不绝口 然后都纷纷劝我 把他开发成女演员 说这个人如果入圈一定很红 他说反正那天晚上 我们没有看出他有任何的所谓的 feel tired的感觉 疲劳的感觉 就是unlimited passion unlimited energy 无穷劲的激情 跟无穷劲的能量 但是至那之后 就是我就是刹车 我说不行就这样了 不能再给你安排了 然后他当时也消退一段时间了 后来他 呃老公好像说又要回台湾 然后他们好像闹了一阵 然后他后来说跟他老公一起回去了 然后后来我们就偶尔 他回美国会见个面啊 什么的 然后反正一切都是从那一瓶 小型的婴儿按摩油的感觉起的了 然后后来就是失控 然后这个故事告诉你们什么 就是不要轻易去招惹 40岁的女人 真的不要轻易 你要去招惹之前 你最好掂量一下 自己到底有多少战斗力 很多人都说啊 年少不知熟女好 对不对 但实际上当你真的 真的试过之后 你会觉得 好像自己战斗力 可能需要再锻炼一下 再加强一点 毕竟这种事情你想啊 五个专业男演员都不一定搞得定的这种 这种这种 你的主妇 多可怕 好了 就今天你不知道的是第二期可怕的主妇的故事 有些人跟我讲老师 你这个故事不够伺激 或者说啊 我还就更恐怖的 或者更吓人的这种 我们这种都是真实发生 并且都是最接近自己身边的这种 所以真实性最重要 然后呢 这就是也不能太回三观 对不对 而且有个循序渐进嘛 这才第二期 好了 今天就这么做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你家了吗